简单讲起来 它就是一个微型的档案型的资料库 这个资料库最大的好处就是说 如果将来希望存放一些大量的资料 它至少管理起来会比档案来的 这个更加的便利 里面当然我们第一个 会需要做到的 关于这个资料库的管理 最常用到的一定是新增 比如说我今天要怎么样 新增一个资料库 然后资料库里面一定会有资料表 资料表里面新增记录 所以它的这个架构就是 第一个我要怎么去 create一个新的资料库 那你会发现 以我们底下这个范例来看 我们第一个会需要用到一个叫 SQLite 3的一个套件 那这个套件里面的话 会有一些可能需要用到的方法 那特别注意 如果说我今天要跟那个 资料库连线的话 一定会用到里面一个方法 叫connect connect就连线了 反正这个概念 其实跟任何资料库都还蛮像的 无论是不是SQLite 像你连线access SQL server MySQL 等等 其实大概的原理原则都差一定不大 那里面的话当然我们要连线 比如说我今天要连接到 比如说cursor01.db这个资料库 它是一个档案 那这个档案的话呢 当你建立connect的时候 如果说第一次 假如说你连线的时候呢 这个档案并不存在的话 它第一次会自动帮你建立 所以如果说不存在 它会自动帮你建立 那建立完之后的话 连线完 它会指向一个物件 叫con 这个我是建一个物件名称 这个连线的物件 那这个物件本身的话 如果说你要针对资料库里面 再去存取相对应的资料表的话 那你可以用cursor 所以在con 这个con物件里面的话 会有个cursor 那这个cursor的话呢 实际上就对应到资料表 OK 那如果说你今天要下相关的指令的话 你可以利用所谓的那个SQL语法 那比如说我们以这个范例来看 假设说我今天呢 我先connect一个资料库 那如果说这个资料库里面 我希望create一个table 所以你这里的话 下面我们建立一个这个table 那这个table语法的话 就是create table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下一个SQL语法 到这个SQLite资料库给它 让它知道说 你帮我新增一个资料库 另外的话 这个地方if not exist 这个的话 当然这三个字可有可无 当然不过我是建议一定要加 为什么 因为如果说它不存在的话 就建立 可是它如果存在的话 它就不建立 这个还蛮好的 主要其实说用在就是说 如果你不确定你那个table 你那个资料表是否存在的时候 就可以用 那我这个范例我希望怎么样 帮我建一个table01 那里面的话很简单 就帮我怎么样 就是增加两个栏位就好 一个是number 一个是这个telephone 就是我希望呢 这个地方给我一个编号 然后后面就电话 假设两个栏位就好了 我们用比较简单的先练习第一个范例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就excue它 特别说excue 顾名是执行 也就是把建立的指令呢 传给SQLite 让它知道 OK 就是跟它讲说 你帮我执行 这个时候呢 因为table01不存在 所以怎么样 它就帮我建立了 所以excue 特别说把这个字串 丢到这边 然后让什么呢 cursor 这个物件呢 帮我excue 执行了 它当然会传给这个SQLite 它就知道说帮你建立了 然后呢 也建立一个table 里面有两个栏位 所以理论上是这样 它会建立一个table 这个table里面有两个栏位 那一个栏位的话 就是这一个 一个栏位就是这一个 另外的话呢 它里面的key primate key 就是用number当key 然后呢 它里面的资料形态 是font integer 然后呢 这个电话号码 是用那个文字 两个栏位 OK 那底下的话呢 就是再新增一笔记录 这个新增我想应该 如果学过SQLite 应该不陌生 我们就insert into 到哪里呢 到我们新增的这个table 01 values values 就是里面放什么东西 栏位名称呢 当然你栏位名称 其实如果两栏位 你可以略过 就是 你给他一个号码 一定是一个整数 后面的话呢 给他一个电话号码 OK 然后让他去执行 所以假设我们今天 利用这个来当范例 比如我把它执行一下 假设 第一个呢 请各位 一样新增一个 这个Cursor01的这个module 按右键 新增一个module 这个module名称的话 也叫Cursor01好了 OK 按一个finish 接下来的话呢 你可以用云端上面的那个 应该理论上程式码 我会把它放上去 因为这些程式 都是一个基本架构 那你自己key ok 那把它执行完 假设我今天已经 把这些程式转起来 然后第一个 当然我先编号1好了 比如说编号1里面 我放这个电话号码 让他也是q一下 这个地方请特别注意 这个地方你会发现 因为我们栏位名称 这边里面呢 必须传给那个seekerline 里面就是要是四串 所以前后你会发现 如果我现在外面是放双名号的话 里面呢记得一定要用单名号 OK 那当然python比较特殊 python是也可以用单名号 所以如果你外面是单名号的话 里面就要双名号 这一点可能要特别注意一下 所以你会发现 我这边双名号 里面的部分呢是单名号 OK 那所以呢先建立一个table 再建一个什么呢 建一个那个 这个我们再新增一笔记录好了 1然后里面放这个电话 isq 并且commit 把连线close掉 那我把它save一下 接下来我把它执行 OK 那你会发现呢 执行完毕之后呢 他就会帮我建立一个 这个叫什么 cursor01.db的资料库 目前我看一下 把它重新整理一下 OK你会发现哦 这个时候呢 因为呢本来不存在 我讲过哦 这个资料库很特别 我觉得拍子还蛮人性化 以前是 如果你没有先建立一个资料库 你就没有办法 去做后续的动作 但是特别 他如果没有 没有他就帮你加 如果有的话 他就直接去连线就好了 这还蛮特别 所以你重新整理 你会发现这个档出现了 然后呢里面的话呢 他已经帮我建了一个table00 并且把一笔记录呢 塞进去了 但是你会想说 老师那我想要打开 他怎么打开呢 按右键 当然你可以open width 系统的editor可不可以呢 当然你如果打开 他一定会问你说 请问一下你要用什么来开 因为他没有对应的连结 所以特别注意哦 这个有点像那个ss资料库 如果你给你一个mdb 那你开不起来 为什么 因为你电脑没装ss 道理是差不多的 那他是一个档案型的资料库哦 所以如果你要开的话 其实很简单 你就可以直接哦 我这边找到一个比较简单的 一个那个什么免费的软体哦 他这个叫我是把它放在 我们云端上面一个补充资料 补充资料里面呢 各位找到一个叫什么seeker light browser seeker light 顾名思义嘛 就是你要看他 你就用他就对了 那我已经把它下载了 好像这个 因为我们这边网路比较慢一些些啦 所以我先把它下载 我看这档案多大 6.6枚 应该不大哦 我等一下可能 嗯 我不敢预料哦 刚跑了有点 然后你就把它打开 里面的话会有个执行档 那如果说你今天希望呢 查看一下里面到底放什么 因为你现在直接打开看不到 所以你可以 假设你要开它的话 开启 那我现在的专案是放在C列底下 C列底下的话 会有一个我们的那个Python的Workspace 然后一样是Tex 放Tex2 Tex2里面的Python OK Python里面的话会有个科词 就这个档 当然或者你用修改日期排序吧 它一定排第一个 为什么 因为它是因为执行那个module 才被产生出来的 所以它一定是排在第一个 OK 那你可以直接把它开启 那你会发现哦 开起来之后呢 SQLite Browser 马上告诉你什么 你这里面呢 有一个什么 有一个table table01 table01里面有两个栏位 这两个栏位 一个是Integer 而且是Primary Key 一个是Tex 可是里面有没有放资料啊 第一个你打开之后 它有一个Data Structure 它的资料库里面的结构 会告诉你 而且后面那个什么呢 它的那个 它的这个对应的SQL产生的语法 它这边也会帮你 schema也帮你放在这个地方 OK 再来如果你要看里面的资料的话 你就点一下那个什么 blows data 那你会发现呢 里面只有一个table table01 就会出现 有没有 1 一笔资料 那你想说 我如果要产生第二笔资料的话 特别注意 因为它是Primary Key 所以这个Key 你不能在 1 那边2 OK 假设我这边 直接把它再执行一下 那再执行一下 你会发现 它这边 会不会 它不会马上出现 你可以按一下重整 有没有refresh refresh 没有 按F 我看看 或者是上面有没有 不然的话就是要跳出去 再进来一下 有了 对 跳出去再过来一下 第二笔就出来了 其他的话 当然你也可以的 sq 如果说你要从这边sq的话 也可以啦 比如说像刚刚那个语法 你想说老师 那我不要从这边sq 我想要从 什么呢 从那个 这个地方 去sq 我的语法 也可以啊 insert into table values 其实两边是相同的 只是说这个 这个Key 你不能用 因为它是 Primary Key 不能重复 所以你把它sq 一下 这个时候 没有 它没有错误 所以你切过来之后 第三笔都出来了 OK 所以其实这边的东西 跟这边的东西 是可以两边相同的 所以如果你像那个 最容易发生错误 是那个sq 違法错误 你也可以先在这边打一打 没有错误 你再把它贴过来 可以啊 保证正确 其实像这种程式 最容易发生错误 是sq 好 OK 第一步骤 不过你会想说 老师那很麻烦 你每一次 这个地方呢 都要自动在编号 我怎么知道 那边有没有 假设啦 刚刚已经删了 我忘记这边再删一下 你会发现执行会怎么样 它应该会出错吧 我看一下有没有错误 他没有错误出现 有啦 有没有 他会跟你讲说 这个地方 luck ok 因为我现在已经 把它锁定了 不过你把它关掉了 其实理论上 他应该还是没办法 去 那个什么 去执行 因为我这边已经有三了 primary key key里面不能重复嘛 所以他要讲 unique 有没有 他说不能够再产生一个 编号一样的东西 除非你怎么样 输出是4 4可不可以 应该可以 执行一下 ok 没有问题 他就 那 可是问题来了 很麻烦 每一次都还要自己再改一下 所以其实在一般我们习惯 如果是key的话 通常会自动帧号就好 比如说1变2变3变4 所以其实你可以在那个 primary key这个地方 有没有 你可以增加一个叙述 跟他讲说 我这个是key 所以以后的话 我就不需要自己去输入这个东西 那这个部分的话 请各位可以参考 下一个 下一个单元 这边有一个 primary key后面加一个 auto increment 就可以了 所以你可以在 primary key后面怎么样 如果再增加一个什么呢 auto increment 打大小写都可以 auto increment ok 这个意思就是说呢 以后的话 如果你有增加auto increment 的话 他这个编号 你就不需要给他值 他会自己帮你去筛 所以编号的话 那不过因为现在已经存在 那个什么 已经存在 那个table01 我是建议你刚才table02 算了 然后呢 假设我又增加一个table02 然后编号 不过特别注意喔 如果你有auto increment 之后的话 那你这个编号 就可以不输入了 意思就是说他会自己帮你增加 好 所以喔 假设我这边auto increment 然后呢 把它再重新 执行一遍 auto incr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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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地方打错了 increment ok 然后呢 他就会自动帮你去增号了 那你就不需要再去输入了 直接怎么样 给他一个电话 他就会第一个号码 第二个号码 第三个号码 这个还蛮方便 以后你的key 就不用管他说 到底要输入多少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先把那个 刚刚我们的Cursor01 先试试看 那再来的话呢 下载那个 我们的sicreline的browser 去试着把我们建立的资料 从那个资料库里面呢 再把它读出来 所以其实你会发现 这个其实 他就等同一个微型的 如果你以前有用过SS的话 应该就类似啦 只是说他的功能非常的阳纯 也没什么功能 反正就是 最基本的让你可以存一些资料 存在一个档案里面 那至少他可以弥补就是说 像Excel VBA Excel本身可以拿来当 资料库储存 但是Python呢 他并没有办法像Excel一样 可以存放一些资料 所以呢 如果你要弥补这个不足 其实建议你可以把 那个sicreline部分学好 反正以后有资料进来的话 通通都塞到sicreline就ok了 也就是有点像VBA之于Excel Python之于sicreline 因为目前来看 假设你要在Python里面存一些资料 最简单的方法 看起来好像还是用那个sicreline来做 会比较简单好管理 当然你说老师那我存在档案都ok 可以啊 可是档案说真的 它毕竟还是一个寻序的资料 寻序的档案 你要拿来做查询 那一定会有问题 比如说你要slate它 查询怎么 档案的拿来查询 基本上不是很ok 如果相较于资料库的话 当然这个sicreline 绝对是这个比较好的选项 可以试一下 好 好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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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